大家早安 昨天第一次和大家介紹這隻艾美的梯 未看過那條影片的可以再看 下來我們也會再找多些資料 和大家講關於這隻梯背後的一些故事 之前如果看我的頻道都知道 這十個月如果一直有跟我的頻道 都知道我是一個怎樣的人 也知道我所做的事情是以什麼方向 或者是目的而做的 如果不明白我的人都沒有所謂 是不要緊的 可以不看我也都沒有問題的 因為始終都在YouTube 又不是只有我自己一個港標 昨天針對某些人 對我們其中在代理著一隻牌子的 不誠實的一些描述 我們做了一些批評和反擊的 也都是針對這個人的 所以大家如果其他人 或者是我的標迷 就不需要把我們說的某些事情 以為是連你們都牽涉在內 純粹是針對某些人所說的事情 做一個更正和還擊的 那誰開始搞我們呢 大家都知道的了 所以我都不想再去解釋 昨天真是多得這隻梯 令我心情又再好 真是 之前大家都知道 我一眼就看中那隻雷達的Testruhan 其實都是類似同樣的原因 因為那些五眼綠色的 顏色的標 是會令自己的心情 真是開心很多 那再加上這隻艾味的梯 對這片海洋的環保 塑膠環保是出了很大分力 不是一分力 因為他們是投入了金錢 還有製造了一些授業的機會 給很多東南亞地區的漁民 去回收這些 棄置在海洋的一些塑膠 然後還要再去加工 去令它做 整成這一隻標 整成這一隻標 OK 那所以之前我都說 對海洋有關聯的一些 手錶品牌或者手錶 都會更加引到我的注意 也都會多一份好感 那如果今天 有時間的朋友都可以 下去大上海看看 他們都有少量的貨 是回到的 那我聽聞好像 明天也都有 第二批貨會回到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實物 躲上手 看看自己喜不喜歡 才決定賣賣 OK 那這個這個月 和下個月 尤其是五月 有很多牌子 都有些新貨 會陸續回到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每年 都會發佈 他們的標展 都是around 這個時間 很多牌子都發佈 他們最新的 collection 也都 通常他們發放 這些資訊之後 通常都要等到 年尾才會有貨 一般 一般以往 不過有些牌子 也都會很快 都已經有現貨 大家可以密切留意 我的頻道 和多些上網去找些資訊 就會知道 每一隻牌子 今年會有些什麼 新的東西 還有他們 會什麼時候到 這些資料 也可以問問你們 雙熟的店舖 多謝一直支持 我和華哥的標迷 我們一樣都會 以我們一貫的作風 去做一個節目 都 什麼都改變不了我們 因為我們 我們就是這樣 多謝你們的支持 和鼓勵 我們會繼續努力 拜拜